好的欢迎来到今日份的拳皇十五 有个老板搞了个华山论剑 五个高手齐聚一堂 然后打罚战赛 什么是罚战赛 先是BO3 两个人上去打 输的人继续罚战挨打 赢的人就可以下去休息一会儿 每个人可以输四次 也就是说有四条命 场面就非常的血清 一直打到场上只剩一个人为止 这个人就是冠军了 这个比赛的形式上 虽然说是华山论剑 但实际上他是五大教派围攻光明帝 那这个魔教的魔头是谁 很明显小孩对吧 关键是要把小孩搞死 但这个难度还挺高的 好了回到今天的这场对决 将是由韩比 麦的KOF来对上小孩 韩比这里看起来 第一个角色已经倒了 这次小孩也是先发温妮莎 他用了温妮莎以后 只说了一句话真香 我也觉得这角色的话 其实在特瑞拉尔夫之后 他应该是最强的 拥有全游戏最强的轻攻击 速度又快 然后判定又好 真的很离谱 然后可以随便带入特殊字对吧 小孩这里又是勾动笔拳 CD进墙角 来直接想用战笛去压 被对手一个自爆拳A出来了 那这样要重新组织一下进攻 这边跳跌落下来以后 打点高直接反手一个头 丢回去 跳CD再压 前跑以后马上再给一手头 这一手折的有点狠 这一次假装是要跑过来投你 然后实际上又是个直跳 然后这次又跑过来又是一个头 这里寒笔已经头有点晕了 被小孩搞的有点没方向 讲道理这一波进攻是真的有点凶的 今天还特地去听了小孩的教学 小孩说他的进攻比较喜欢先多头对手 那这样的话可以方便他之后去打对手的拆头 那对手一旦进入拆头的话 自己的下敌的命中率就会很明显的提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孩在进攻的前半段喜欢多用头子 而到了后半段开始下段猛戳 一直戳到对手破防为止 因为他戳的话实际上也会有一些节奏的变化 节奏一变就会打到对手的一个拆头 对手如果想的要拆头那就挨打 好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韩比的第三个角色 Turic现在韩比头应该是挺痛的 这一个角色得打三个能搞得定吗 眼前的人还是我还 这个勾圈没中下段又是打一下 赶紧做一个反摇拳取消再往前跑 又开始了正义的打头则 这边韩比直接凹了很明显有点扛不住了 小孩这边还是像疯狗一样拼命的咬过去 下段下段下段 这边哈哈哈真的被点缠掉了 真的被点穿掉 乔CD还可以再压 来直接是绝望了 韩比绝望了 这很明显绝望了吗 这小孩这个温妮莎的节奏属实有些快 韩比要想赢 他首先得用温妮莎对温妮莎的这个对决当中 把小孩给击倒那才行 这里摸奖摸到了 下段赶紧直接把你放到板边 然后继续坑你在板边去打这个打头子很难 现在轮到韩比的进攻 下段命中一个勾拳 EX上天 这套两段打完以后看一下他的压起身吧 这边应该是没有气干别的了 跳逼落下来 点完以后没有选择直接接 但小孩这一下应该是要被带走了 这个温妮莎的角色是真的很 我自己也去体验了一下 玩产很爽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么快的轻攻击 还可以点这么远呢 你一般说一个角色他的轻攻击很快 那没问题 但他也太远了 远了以后呢 还有个很强的特殊技 是打两段的 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蓄力的时间 就离谱了 好吧 好了 那现在就到了小孩的二发 上来选择一个自爆 没中 直接到了一个墙角 再一发自爆 这里自爆是打中一个大跳 那大跳的话落地是直接吃上一套 虽然伤害不高 但至少是一个对空回报比较大的招了 这里选择交一个后AB 浪费掉了一格气 一个cd命中 小孩继续往前追 跳逼落下来 有机会 对手一个AB出门 小孩这里直接追中了 这里下次以后再做了个拉尔夫踢 可以保持压制 这个套路没见过 应该是小孩这边新学来的 之前都没见他怎么用 这个招挺不错的 就是说我一套两段打完 未必要把伤害打满 我可以追求一下后续的压制 多把对手往旁边推一点 或者多载点气 对吧 我毕竟后面还有个Turry等着呢 小孩这里上了 被骑了个马 骑完马以后 省得跳C下来 打一个乱动 但别用这个爆弹拳捶人一下 很痛的 因为那个房草要掉很多 而且可以给自己长点气 顺便可以抓一下对手乱动 如果他跳的话直接打下来 那现在局面上面是追回来了 小孩刚才虽然落后一个人 但现在很快已经打成了完全的平局 连资源都一致 跳CD 这一发是 韩比特进攻 小孩直接叫AB出来 反观 这里 啊 这么有人距离就自爆拳 这都改 胆子是真的大 这东西要是没打中的话 人要没的 下C 这边差一点点 跳CD过去 CD各种磨对手的槽 CD取消一个爆弹拳 有点狠 像韩比特的槽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要再被捶一下就没了 好在他也没被捶中 不过这一下 对空命中了 洗完麻以后还可以再砸一个地 砸完地过去以后 对手这边下C直接选择起身抢招 直接原地爆炸 小孩也开始凹起来了 听说 你很会凹 只准你凹不准我凹是吧 我也给你来一手 自爆圈 妙 那这样小孩是要面对上最后的Turry 老特里 是从局势上来讲的话 小孩这边还是有点落后的 老特里这边手上三气 不过他想要打死小孩的话 这边应该也不用脚起了 刚才摸到一个冲拳 这个冲拳摸中就 后面只要T两脚就够 小孩这边很顽强 想要磨对手雪料 他比这边想要走中段 嗚这一下 直接用一个冲拳过来 小孩截停 用自爆拳截停对手的冲拳 这样子雪料一下子就拉回来了 有点过分啊 嗚这个跳CD 怎么做 最后一点雪就是搞不赢啊 这小孩太狠了呀 不会再来来一个冲拳吧 再来 直接又被踢了一招 这里 好的 这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磨死了 如果小孩刚才要够狠的话 他防住第二发 然后直接一个后AB 韩比要是选择这样一发冲拳过来 那就直接死掉了 都不用看Turry了 这里中段被防 跳CD过去 韩比这被压得很凶 连续的中断 小孩这边是AB出来了 终于出来这一波以后 下笔点中 游戏结束了 应该是要来喷 没有喷拳 能量不够 那就只能来一首 R U OK了 Turry应该也是雷军的粉丝 对不对 他也比较喜欢 R U OK 哈喽 那今天这场推阵韩比的比赛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期视频将会继续更新跨山论剑 有关的话记得点赞 各位观众老爷们 拜拜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